所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,明星们因为工作的原因,更是做足了形象管理的工作。 连男明星们都是妆容精致,每一根头发丝都力求完美。 不过,如今各类综艺,生涂频出,男明星的素颜也藏不住了。 一王源,TF Boys如今已经是当红组合,三位成员在各自的领域发展。 王源这两年着重在音乐领域发展,前段时间,他的素颜照被公开,惊呆了许多网友。 照片中,王源的肤色暗黄,远没有妆厚那么白皙,而且他的脸颊上上布满了痘痘,痘印,一大片的红肿,看起来痘痘很严重。 在综艺节目中,素颜出镜的王源脸上也有痘痘的痕迹,要知道,这类节目都是要加滤镜磨皮的,这都藏不住痘痘。 不过素颜状态下,王源的五官还是十分优越能打。 其实,从王源的一些活动现场的未修图照片,就能看出他的脸上坑坑洼洼的,像极了月球表面,还有小疙瘩的痕迹,厚厚的粉底也遮不住。 可见王源的痘痘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,此前他还被爆出抽烟,或许是生活习惯影响,所以有痘痘的困扰。 不过王源这个年纪,有些痘痘也算是正常情况了。 看王源工作室发布的一些照片,他的皮肤白皙,没有一点瑕疵,五官也十分精致,和素颜时的皮肤状态天差地别。 看来,明星的庄厚精修照片,真的是水分不小啊。 二,易阳千玺,易阳千玺,这两年事业发展风生水起,主演的长津湖票房已经位列中国影史第二。 易阳千玺的素颜,曾被工作室偶然爆出,可以看出素颜状态下的易阳千玺,整个人显得有点肿,皮肤暗黄,眼带和黑眼圈的问题比较严重,眼睛似乎也小了很多。 在某视频中,易阳千玺素颜出镜,可以看出她素颜的精致度,是远远比不上妆厚的,尤其是眼睛的部分,素颜时,她的眼睛有点无神空洞的感觉。 不过一直以来,易阳千玺都是走实力派路线的,这几年尝试各类角色,就知道她没有所谓的偶像包袱,也不是靠脸吃饭的,所以才敢直接素颜录制公开的视频。 3.王俊凯 王俊凯早年也被拍到过素颜照,当时王俊凯的脸上还带着婴儿肥,脸颊上也有星星点点的痘印。 在旅行综艺,恰好是少年中,王俊凯也有素颜露面,这时候王俊凯的脸颊已经褪去了婴儿肥。 可以看出,她的皮肤比早期的素颜好了许多,没有痘痘的痕迹,但眼下的眼带比较重,妆厚明显的大双眼皮,在素颜时也变成了小内双。 总的来说,素颜时的王俊凯,五官和妆厚差别不大,但整体的精致度差了一些。 尤其是眼睛的部分,妆厚眼睛更有神采。 4.张艺兴 归国这些年,张艺兴发展迅速,上各类综艺节目,还当起了导师。 最近她又登上了某舞蹈节目,在节目中造型多变,妆容精致,十分帅气。 尤其是一双眼睛,深邃有神,双眼皮明显。 不过在向往的生活中,张艺兴刚起床素颜时,眼睛可就没那么精致了。 她素颜时,整个人都肿得不行,一双眼睛直接成了咪咪眼,让人惊讶。 这真的是妆后拥有大双眼皮的张艺兴吗? 不止如此,张艺兴的眉毛也稀稀疏疏的,眉毛后半截完全没有,只剩前半截眉毛,看起来有几分滑稽。 另一张素颜照中,张艺兴的眼睛同样是咪咪眼,看来张艺兴的化妆师,在眼部妆容方面颇有研究。 在综艺的近距离镜头下,张艺兴的眼部状态问题丛生,黑眼圈,眼带齐齐上阵。 而且还有网友指出,张艺兴的眼皮看起来有几分异常,肉条感明显,还有一条明显的线,像极了动刀之后的效果,这是暴露了动脸痕迹吗? 素颜时的张艺兴,仿佛表情管理都和妆容一起消失了,一说话就暴露了法令文。 对比张艺兴的素颜照和妆后照,确实是差别不小,连气质都改变了,明星化妆师不愧是明星化妆师。 5.肖战和肖战同时爆红的还有肖战,两人一起主演陈情令,拒报了人也大红了。 肖战走红后,早年的素颜照也被扒出,当时他的五官和现在差别不小,那时候他脸型偏方,眼睛偏小,还是单眼皮。 而如今,肖战的脸是精致的小尖脸,脸型恰到好处,眼睛也变成了双眼皮,比之前大了不少, 整个人的精致度和以往相比,可以说是质的飞跃。 走红之后,肖战也曾被爆出过素颜照。 素颜时的肖战,眼睛比妆后小了不少,有种回到从前的感觉。 他的脸颊十分消瘦,感觉已经受到拖向了,还有隐约的凹陷。 肖战另一张素颜照中,脸颊消瘦的问题同样存在,不知是不是因为脸太瘦的原因。 他的脸看起来还有几分歪,眼下的黑眼圈浓重,有些憔悴。 不但五官普通了几分,还没有了妆后那种意气风发的少年气。 六王一博,自从陈情令播出后,王一博人气大增,近两年持续发力。 爱骑摩托车,不苟言笑的他,裤盖的形象深入人心。 王一博素颜时,肤色偏黑,皮肤状态也比较粗糙,尤其是他鼻部的皮肤,看起来不太好。 素颜时,王一博的整个人看起来普通了几分,没有妆后那么精致,气场也弱了几分。 因为没有眼线,眼影的修饰,王一博素颜时,眼睛看起来有些无神,有种死气沉沉的感觉。 脸上隐隐约约还有法令纹的痕迹,少年感减弱了许多。 七,蔡徐坤。 自从选秀节目大红之后,蔡徐坤的心路就比较顺遂,但遭受的争议也颇多,其中就有妆容厚重的问题。 他的妆容确实是男明星中比较厚重的,美瞳眼影眼线其上阵,画得不比女明星的妆容淡。 蔡徐坤早期的素颜罩曾被爆出,当时她的脸部还有些圆润,皮肤粗糙,眼下有黑眼圈,还有零星的痘痘。 如今蔡徐坤的素颜,脸蛋倒是精致了很多。 不过卸去浓妆的她,皮肤没有妆厚白皙,肤色暗淡,眼下的黑眼圈明显,五官比例有种失衡的感觉,脸小得过分,下巴尖尖的,还有点歪。 她自己晒出的素颜自拍里,胡子拉叉,加上这个角度,看得出来她是想营造一种爷们的感觉。 但因为脸太尖的原因,还是免不了有几分女气。 八 李线,因为电视剧亲爱的,热爱的,李线爆红,被称为线男友。 李线一直以来走的路线,都是比较爷们一点的,她她的妆容也偏淡一些。 李线的性格也十分直男,她曾晒出自己的素颜罩,她这个素颜罩,看得出来是真的没添加什么水分。 她的皮肤状态也比较真实,脸颊上有痘痘和痘印,眼下还有黑眼圈,不过这应该是男生最真实的皮肤了。 另一个角度的素颜自拍,李线的皮肤质感更为清楚,她的皮肤还是比较粗糙的,有比较重的痘印,痘坑,五官倒是没什么变化。 九 陆寒 陆寒当年归国之后,就一跃成为顶流,热度持续走高。 虽说关轩和关小彤的恋情之后,大量粉丝脱粉,但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,陆寒的人气还是很高的。 陆寒的妆容也算是男性中偏厚的,妆厚的陆寒皮肤白皙,长相清秀,所以一直被诟病娘气。 素颜时的陆寒倒是爷们许多,法令纹比较深,给人感觉有些沧桑,年龄感立马出来了,没有妆厚那么鲜肉。 陆寒素颜时沧桑感的来源,除了法令纹,还有眼部问题,她的眼部问题还是挺多的,眼下的有黑眼圈,还有眼带,眼睛还像睁不开似的,目光暗淡。 十 彭玉畅 彭玉畅曾参加演技类节目,演技备受认可,后来又成了向往的生活常驻嘉宾,人气持续增高,近两年也一直在推出新的影视剧作品,事业正在上升期。 在向往的生活中,彭玉畅彻底放飞自我,爆出了不少素颜的照片。 彭玉畅的素颜远远没有妆厚精致,虽说皮肤还不错,但是眼睛小了许多,脸上还有法令纹,整个人十分圆润。 不仅如此,彭玉畅还早早地就有了脱发危机,素颜时没有特意做发型,头发肉眼可见的稀疏,估计她把头发疗上去,发际线已经厚移十分严重了。 十一 刘昊然 全系帅哥刘昊然也是这几年娱乐圈里正当红的小鲜肉,在真人秀节目中,刘昊然刚起床的画面被拍到。 刚刚起床的刘昊然脸有几分浮肿,眼睛比妆厚小了不少,隐约还有胡茶。 不过近距离看,刘昊然素颜时皮肤还是非常好的,没有痘痘痘印,皮肤光滑细腻。 素颜时的刘昊然笑起来眼睛彻底失踪,头发看起来也是油腻腻的,邋遢得十分真实。 十二 黄晓明,虽说黄晓明现在已经人到中年,但不可否认的是,他的颜值还是很高的。 因为被说油腻,黄晓明拼命减肥,在各个节目里都坚持只吃一点点。 减肥成功的他也终于去油成功,帅气了不少,而且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已经四十多岁的人。 在中餐厅中,黄晓明不小心暴露了自己素颜。 素颜状态下,黄晓明的脸上已经有了岁月的痕迹,眼下有浓重的黑眼圈,还有眼纹和法令纹。 没有了妆容的修饰,黄晓明的眼睛显得有些沧桑。 毕竟黄晓明已经四十多岁的人了,皮肤状态肯定是比不上年轻鲜肉的,他的皮肤感觉比较粗糙,就连他的眉毛也稀稀疏疏疏的。 素颜状态下的黄晓明一脸沧桑的样子,还真是妆厚眉法比,妆厚的黄晓明看起来年轻精致了许多。 还有网友称黄晓明素颜时,有点撞脸大一哥朱之文,一对比,还真是有几分相似。 13.邓伦,邓伦也是娱乐圈公认的帅哥,他的长相有点韩国欧巴那味,现代妆和古代妆各剧特色,女粉众多。 如今他不仅主演电视剧,还加盟各大综艺。 邓伦素颜时,皮肤还是比较白皙的,只是眼下的黑眼圈比较重,这应该是明星的通病了。 毕竟他们工作繁忙,经常赶各种通告,睡眠时间不足。 相比于妆厚的精致,邓伦的素颜则有几分沧桑气息,不仅有黑眼圈,还有露出的胡茶,看起来有几分潦草。 眼部也没有妆厚,那么电力十足。 眼部也没有妆厚,明天使用电视剧。 眼部也没有展示过, operating底 Natürlich这种 spelled象充电话。 眼部也没有人在这种电话中,反正头发现便利了解货场。 眼部也没有人在那种电话中,那么电话 感谢观看